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节目。 1. 盆内水分不足,要保证吊篮拥有充足的水分,在浇水的时候湿透土壤,同时要注意控制浇水的数量,浇水过多就会造成土壤板结,土壤板结就会影响根部的呼吸,进而会造成植物的死亡。 2. 生长环境干燥 吊篮是一种洗水的植物,如果生长环境比较干燥,就会导致叶子枯黄,叶尖变干等现象。 要找到比较湿润的生长环境,或者是为它们营造一种湿润的环境,可以通过进行外部的洒水来保证空气中的湿度。 除了进行平常的浇水之外,平时用喷水壶在叶面上进行洒水。 3. 换盆 养殖吊篮并不需要过多的技巧,只需要有着浇水的耐心就可以。 在养吊篮的时候,换盆尽量把时间控制在一年一次,将时间放在秋季或者是春季。 这两个季节温度适宜吊篮的生长,也不需要过多的适应时间。 好了,本期节目就分享到这里了,想要了解更多养花资讯,可以订阅关注。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